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有一個超能力 我一眼就可以看出來 每個人有沒有運動 這不是天生的 我剛剛有仔細看台下每個人 我發現各位 有一點過度運動 不要笑 是過勞 過度疲勞 台灣的公使是全世界排名第二 可是去年內政部不公佈 台灣的平均年齡卻是十年來第一次下降 這代表我們相距的時間越來越短 我發現如果把工作當運動 好像不太對 大家過度運動 過度運動的話 你就有可能會受傷 甚至我覺得有點資源浪費 所以我創立了一個組織叫街頭路跑 我們每個一年有五十二週 我們去五十二個地方 辦五十二個主題的跑步 我們相信一件事 我們相信所有人的生命 各位 所有人的生命都可以改變 但是要透過移動 從這個點移動到這個點 去重新檢視你的生命 因為要換位思考 在原本的位置太難了 所以我們要透過移動去跑 可是因為我太愛跑步了 我每次跑來路上 我都覺得世界在跟我說話 我沒有課要 但是呢 每次世界跟我說的話 我就開始辦街頭路跑 跟別人說話 所以我們每一週都會帶所有人 去任何一個地方 去跑進去 讓你看到那個世界 讓你發現那個世界 以及發現你自己 讓你活出兩個自己 一個是原本的你 一個是從來沒有看過的你 那個精彩無比的你 我們讓你發現 但是呢 大家都不跑步 所以我們開始 想怎麼讓大家跑步 我們想說 如果我是湯姆克魯斯 跑在前面 大家一定會跟著跑 如果Lady Gaga來 一定會跟著跑 所以我們串聯 我們荔枝串聯 全社會最有力量的人一起跑 所以我們帶所有人一起跑 所以我們找了馬克媽媽 跑在前面 大家就跟著後面跑 或是F4的暴龍 不是歐陽鏡 跑在前面 然後大家會跟著跑 或是零優力零可同 你就會跟著跑 這些世界上 或是台灣社會最有力的人 你原本想像跑步是無聊的 可是 這樣子跑步 你突然覺得很有趣的 整個社會連結在一塊 這是我心目中的跑步 為什麼我舉辦這個跑步 是因為我那時候曾經在工作 迷失自己 我在雅虎期末的時候 我工作非常忙 但是我業障太重 所以每天都要加班到晚上12點 有一天我跑步 突然發現我找到新的自己 我就跟我太太很興奮說 我終於找到我生命中最熱愛的事 我太太說什麼事 我說是跑步 我太太的臉就垮了 然後後來我說我要辭職 我要做跑步 然後呢 而且我要做免費的跑步 說每一場跑步都免費 所以我每天有些人說 有些人是被夢想叫醒 我是被我太太掐醒 對 所以呢 我們舉辦什麼樣的跑步 我們大概任何人跑 像陳彥博在路上跑 所以陳彥博現在在哪 他在喜馬拉雅山 所以如果陳彥博在路上跑的話 你可以一直超越他 你一直超越世界第一名 你一直在變世界第一名 我們太需要這種感覺了 所以我們有個計畫叫 一千萬個微笑 我們希望點燃每個人的微笑 用跑步 你過去不知道這件事是你在行的 我也不知道 我一直以為我是一個很文靜的人 但是我發現跑步給我很大的熱情 所以我相信每個人都可以改變 像我一樣 我們一直在追求一個叫 有意義的移動 有意義的移動 不是繞圈圈 是移動在這個世界裡面 去幫地球搔牙 我來修一下什麼叫有意義的移動 有意義的移動 會帶來有意義的快樂 這是我們的核心理念 我們跑步都不是跑操場 我們是跑在這城市裡面 這是LOVE 是我們的核心 我們的主題叫做 學友樂分享你的愛 你的愛會改變世界 所以我們就辦學友樂 從宗教復興章 跑到台北101下面的LOGO 你在跑的時候 每個巷子都看到台北101 每次看到台北101都到不了 就有人說愛是你看得到 但你碰不到 然後每個巷口要折板 就有人說愛是迂迴的 但是其實對我來說 愛是什麼 愛是那些偉大都在你的腳下 那些偉大都在你的腳下 愛在你的鞋裡面 愛在盡心當中 或是跑出一個愛心 或是在你生日跑出一個蛋糕 或是跑出 在中秋節要到 大家可以跑出一個玉圖 去你從來不會去的地方 探索你從來沒有看過的生命 經過你從來沒有見過的人 我們在跑的時候 會叫每個人發巧克力發棒棒糖 因為我們希望追求有益的快樂 在我心中有益的快樂是什麼 是你的快樂 每個快樂都會消失 但如果你的快樂在消失之前 能點燃另外一個人的快樂 那就是有益的快樂 所以我們在追求這一個 所以我們在開始跑很多 這是諸羅紀公園上那一天 我們跑了一個暴龍 這是松山機場 對 所以這都是台灣 或是跑一個迅猛龍 這是小巨蛋 然後另外一邊是我們從來沒看過 這輩子看不到的大巨蛋 這是那個絕地五四 黑五四 所以這件事不能只有我們看到 我們要讓全世界看到 所以我們要邀請全世界的人來台灣 那些阿兜阿那些外國人 帶他們一起跑 讓他們把這些圖片上傳到網路 每一週街頭路跑來參加的人 我們就跟他說 你不要說你來參加街頭路跑 你就說我最近心靈神 出去跑就跑出來了 然後他朋友一上傳 他朋友說你是個天才 然後還說我部門埋沒你了 然後我說你下個禮拜再來 再跑一個圖形 結果他每個禮拜 他朋友同學跟他說 你是個天才 你真是了不起 我們真的是埋沒你了 他每個禮拜都被鼓勵 我們這個社會太需要被鼓勵了 所以我們要讓全世界看 可是我們可能沒辦法邀請那麼多人 我們想邀請兩萬個外國人 最好他們的粉絲團都有一兩萬人 但是這個機會來了 這一生只有這個機會 就是明年的8月19號 世大運 有全世界最優秀的運動員 有兩萬個會來台灣 我們想要在各個地方攔截他們 要透過各位 中間那個戴帽子是蕭欽養 我們串聯這社會上 所有有力量的人 去改變這個社會 把所有有趣的人放在街上 讓他不是只在體育館 不在運動場 讓這個社會變成一個運動館 讓這個社會運動 變成這個世界最美麗的東西 我們在跑的時候 邊跑邊發巧克力 邊跑邊發棒棒糖 這兩個女生為什麼笑 所以他們被拒絕了 他笑這男生傻 他從來沒有被拒絕過 但是不會永遠有人拒絕你 但是也不會永遠有人接受你 還是有人會接受你 路上的人 其實你會發現一件事 原來你的熱情可以點燃 另外一個人的熱情 這是最妙的一件事 你以為這社會是冷漠不 這社會是非常熱情的 台灣有最厲害最厲害的人 跟最最最最最最溫暖的人 這是我要說的 我們需要整個社會的力量 這我們跑來路上 我們需要的不只是年輕人 不只是想跑步的人 我們甚至需要不跑步的人 社會世代的交流 並不是透過屋子裡面 而是透過外面 去彼此交流 讓不只 這如果要半個兩萬個人活動 需要非常非常多人 我們可能需要很多優秀的 退休公務員 或是一些退休的將軍 有很好的統領能力 領導能力 可以幫我們統領很多人 這社會就有價值了 沒有一個人是沒有價值的 對 所以 如果外國人在路上發巧克力 那是一個很美的畫面 所以我們希望這個很美的畫面 誕生在台灣 最後 這張照片它是在晚上 可是事實上你知道嗎 微笑會發光 微笑會發光 而 我相信 過去 這事實上所有的東西 都是台灣製造的 都是Made in Taiwan 我希望未來 Smile Made in Taiwan 透過我們的力量 歡迎大家參加 一千萬個微笑計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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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